哈喽大家好,我是哪个声音迷离,人更加迷离的小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流人在丛林里淘金的电影,600公斤纯金 故事发生在一个原始的热带雨林 这里面住着很多很多的部落 每个部落的人都以淘金为生 他们还有自己的野金工厂 淘的碎金子都会在这里制成金块将流向世界各地 之前这里有黄金的消息被人散播了出去 所以很多人都组队起来淘金 小白就是其中一个 她是和丈夫以及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 过了一段淘金生活,他们想要收获 丈夫请小白离开这里,毕竟这里不太安全 可小白却不以为然,坚持要继续留在这里 最终还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天一群地方恶霸来到了这里 他们抢走了所有的黄金,还路少了不走的人 小白的丈夫为了救他死在了这里 而最后只有小白一个人逃了出来 另一边,我们的男主小李是一个飞行员 专门负责为各个部落运送燃料 一天,他无意间知道了这里所有的部落都是在淘金 这下可算勾起了他内心的欲望 他想要把运送出去的金块摘为其有 说干就干,这天他叫上了几个交心的好兄弟 几个人研究出了一套行动计划 但最后他们觉得还缺一个熟知地形的人 也许是上天安排吧 小李找上了小白,两人一排集合 这天他们开始行动了 小李主动和这里的管事聊天 分散他的注意力 小白他们解决掉运送队伍 换上了他们的服装 顺利的进入了金块的储堂室 把金块装车后 他们把车开向了飞机 就在行动就要成功的时候 小白突然回去了 原来是他看见了之前被掳走的好朋友小美 小美怀有身孕,行动不变 小白为了救他,最后被看管发现了 飞机在等他呀的时候挨了不少的子弹 虽然能够勉强起飞 但也开不了多长时间 不久他们就在雨林里迫降了 因为小白的临时决定 他们几个差点结束在那里 所以下飞机他们就都开始讨伐小白 甚至想要把小白两人赶出队伍 好在小姐的及时简威 才留下了小白二人 就这样他们几个带着600公斤的黄金 在丛林里行走 因为丛林里地势复杂 带着这么多金子实在是不容易 而且后面还有步路的人在追他们 于是他们便决定把一部分金子埋起来 每人身上当20公斤就行了 他们埋好黄金 还在地上做了一些记号 接着他们便开始做木房 走水路顺流而下 可没想到的是 他们因为潮汐问题走错了路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深受热带雨林的折磨 有的被毒蛇咬伤 有的被有毒的树叶扎伤眼睛 同时因为猜忌 他们之前开始互相打斗 就在他们的队伍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 部落的人也追了上来 随机就是一场大战 最后只有小白和小李 以及那个孕妇活了下来 接着他们来到了 事先安排好的救援地点 结果救他们的飞机没来 就等来了敌人的飞机 小李为了保全剩下的人 自己应有就义了 电影的最后小白和孕妇来到了一个原始部落 部落的人救了他们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小白等他们找到了之前买的黄金 就这样他们在这个部落里幸福地生活了下去 电影也到此结束了 看完电影 小莫真心问了几个男的感到不值啊 自己拼了命弄来的金块 最后却被别人拿去花了 而当初导致任务失败的两个人 却活得好好的 唉 好了 看完视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此时距离你右手最近的东西是什么呢 快快告诉小莫 让小莫猜